大家好 我是维珍 本集旁白由我负责 记得帮我按赞哦 新银真武殿 位于台南市新银区 是主寺玄天上帝的庙宇 该庙为新银两大宫庙之一 另一座宫庙是 新银祭安宫 新银真武殿五炉五炷香 一 天弓炉 二 主炉 三 北斗星君 四 斗姆星君 五 南斗星君 绵舞璀璨夺目的大师艺术 云林县传统工艺简年工艺 文化资产技术保存者 许哲燕的焦纸桃 国家文化资产保存奖得住 王宝园的泥塑憨帆 文化部人间国宝 成三火的屋顶简年 我们再看看其他特别的地方 憨斑出现在香炉 罕见于其他庙语 咸丰年间 千总理之庸献扁 相传过去在庙前有一池塘 有许多木桶会把牛带来此处吃草 某日有个木桶 用泥土捏了一尊玄天上帝加以膜拜 后来真有神灵赋予其上 之后信徒见多 而真武殿正式建庙 则是在咸丰五年 1855年 由当地望族沈芳林 沈葛林唱剑 光绪末年 信徒沈兴 沈钱等人重修 日至时期昭和八年 1933年 董氏沈三吉与林之母 冯氏 郑茂松 沈群鹏 沈正宗等人 再次扩建庙语 另据说在黄明化运动时期 神像曾暂时供奉在明宅内 二次大战后 真武殿在民国57年到64年进行扩建 维珍建议 来新营区玩的话 一定要来新营真武殿拜拜 除了沾沾香火外 还可以看到很多国宝及大师的艺术作品 一举两得 收获满满 好的 本集就分享到此 这里是爽玩368市区乡镇频道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